说的所有的一切 至少是在一年半以前发生的 至少我觉得这一年当中 都没有过来 都没有 我为了他我连烟都戒了 至少我觉得我还是有改变的 这你可没跟我们说呀 这都是过去的事了 就相当于是你们交往的 前半年是这样的 半年之后的一年半 人家都改了呀 他没有改 他就还是那样 只是我不想去管他了 我不像以前会看他手机了 我觉得有点累了 不翻他手机 我反而轻松下来了 我觉得只要我不看见了 这些事我就当没有发生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只要不要太过分 我觉得就可以了 毕竟他的脾气比较好 各方面比较符合 我想要找未来老公的 那个样子的 所以所有的触发机制 就是一场婚礼 对 蝴蝶效应嘛 这是他们家的蝴蝶效应 事儿很大 那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呀 就他现在整天都在 逼我领结婚证 就是我希望老师 帮我劝劝他 不要再逼我了 我暂时没有想要 领结婚证的这个打算 就是你想再看一看 这个意思吧 对 我也希望老师 能给他大概说一下 因为我特别热衷 咱们这个节目 很早以前 我就说让他要来的 他说你觉得我上去 我会跟老师说实话吗 然后我就没有说话了 然后就已经到现在 这个很尴尬的一个局面了 我觉得必须要来解决一下 这个问题了 有勇气接受分手吗 有 如果分手你能接受吗 我不能接受 因为我觉得爱情发展到 一定层次会变成家人 这是我的家人 所以我觉得我不能接受 实际上 好 我就再想另外一个生活场景 你是不是特恨那场雪 要没那雪 现在一切都好 婚礼是女生想要的 童话般的婚礼 你也如期地 你们俩领了结婚证了 好像生活就这么平静了 但是可能对女生来说 那场雪下得还挺好的 反思了 开始重新看这段情感了 老师们会怎么看呢 一起进入丘比特分卷 我常觉得 遇到这样子的事情 或者是案例 我都觉得 现代人谈爱情的标准 已经这么低了吗 你结婚的门槛是 这个男人是你要的 对吧 那你要什么呢 你要一个脾气好的人 对吧 你知道 光是咱中国呢 13亿到14亿人 我们分一半好了 一半男一半女 好吧 那男人里面我们再谋一半 一半脾气好 一半脾气不好 起码有三亿多人 是脾气好的 你要不要都嫁呀 为什么结婚这件事情 最后会建立在 他脾气好 反正呢 他能配合我 就能嫁呢 这不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吗 脾气好 绝对不是唯一条件 对吗 你在意很多事情 要不然今天 你就不会站在这儿吧 你今天站在这里 就是因为他除了脾气看起来还好 其他都不好嘛 对吧 你扮了一个很多女生 都会扮得错 我们常常会替 我们喜欢上的那个 表现得很差的男人 找一个出路式 我给你一次补考的机会 如果你这次考好了 我就当你前面都没错过 但你得考好啊 在你心中 在你心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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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